所以,你知,有這個想法, 我們看到,尤其是在教會, 有很多時候,有些人說, 我希望知道神。 但是,你見,像福音說的說話, 開始了問題。 而有些人,他們完全完全拒絕任何可以更加了解神的工具。 他們說,我會跟著你, 他們說,我會想在信仰上面成長, 是你先給我受洗,我再這樣做。 他們說,我會想在信仰上面, 我會想在信仰上面, 他們會有什麼樣子, 我們會想在信仰上面, 我們會想在信仰上面, 因為,那些女人也會想在信仰上面, 然後,他就完全拒絕, 然後,他寫了惡劣的訊息說, 他已經完全了解一切了,不需要不寫。 他已經完全了解一切了,不需要不寫。 這個女士批評, 然後,神父因為他說,神父拒絕,然後給他受洗。 神父的意思是, 你受洗是,不只是被水沖到, 可是你需要至少知道, 然後一點點反應這個非常重大的事情。 神 Radio無把創人村長提出, 백造,那個神社上是怎麼去當初你再去當時要對良的事情。 即是,又O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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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, 那很多人以為我們也能使出 socio學生, 而是會影響我們的心情,我們的感情,我們的思念,我們的一切,它的效果是非常深入的。 終於看到一個很小的數量,終於是成功了。 而且我們在體驗到神的話語,感受到很小的部分。 還有其他部分,因為有其他人是吃的,其他人是吃的,其他人是不知有物質地壞,其他人是嘆笑的,其他人是出生,但他們也跟我們有所謂的, 譬如說草莓,然後避免出了一種種子。 像被鳥吃,或是被淹沒,或是我們自己的經歷。 你知道嗎?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人, 他們有自助的書籍。 你能看到很多, 在每一家書籍的書籍。 你很漂亮,你必須相信自己, 你會瞑想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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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會瞑想。 你會瞑想。 這不是神的話。 這是人的話, 他嘗試幫助人, 但是他會瞑想, 因為他未能得了解。 我們看到神的話語有一個奇怪的特質。 耶穌把神的話語譽成一個種子,不是一本書,不是哲學教導的。 而這個種子,絕對人們承諾,會被創造。 因為這種種子進入好的土地,雨下下去的話,它需要分解、分化,才會逐漸慢慢地成長。 全部的種子,散在任何地方,它們都會死。 有些種子死因是因為魔鬼,就是底地的鳥,把它去走。 有些種子的死因是因為它們的經濟產在一起,所以它們的死亡是非常痛苦。 因此,當我們聽到耶穌神的祈禱,我們會知道一些深奧的意思, 耶穌只能用這個預言的方式來調達一個非常深奧的。 但是,它們說得很明顯,在另一部分,在耶穌神的祈禱, 總之一代沒有死亡的話,好是不能,然後生產出過死的。